他說假設T1為座標平面上面一個向上的拋物線 開口向上的拋物線 然後對論者是這個X等於4分之3 然後呢 焦距為1八分之1 OK 這T1的那個方程式的那個解釋 函數的解釋啦 然後另外一個呢 他說如果T1跟另外一個拋物線是Y等於X平方 恰交於一點 那請問你 T1頂點座標的那個Y Y座標是多少 好 這邊問你怎麼假設啊 第一個 如果我是你的話 其實我會畫個簡圖啦 開口向上就應該長什麼樣子 往上走對不對 然後對論者的話指的是什麼其實 是這個地方 我畫得不好 對不起 這個X等於Y座標的那個Y座標 頂點的X座標應該是4分之3吧 然後Y呢 我不知道 對不對 那因為他開口向上 所以你知道拋物線開口向上的公式是什麼嗎 是不是應該是X加4分之3等於8 好 你忘記我先給你看看 就是X-H的平方應該等於4C Y-K吧 對不對 所以就帶進去就好 所以等於4C C是多少 C就是你的什麼東西 焦距吧 那焦距不是8分之1 所以等於4乘上8分之1 然後Y-K 會啦 會啦齁 就是那個偷換的那個函數 OK 那另外一個的話是Y等X平方 然後加上一點點 換句話說代表 Y等X平方 跟這個方式 這個函數 X加4分之3的平方 等於2分之1的Y-K 應該怎樣 應該會只有一個幾吧 那在我同時代他們有什麼 重根吧 又正常情況下應該兩個幾吧 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你看到這邊 這陣子之前Y等X平方嗎 我只要把Y改成誰就好 X平方就好 那個很明顯 你看到一個什麼東西 一個1元二四方程式嗎 聽懂我講的意思嗎 因為題目都只交於一點 可是你看到他們兩個合併的結果 其實是一個二四函數 一個二四方程式嗎 那不是應該要兩個幾才對嗎 對不對 那兩個簡單兩個交點 你記得要說我只有一個交點 代表的意思是那個點就是什麼 重根 就是他們兩個共同的幾 只有一個而已 會啦 所以就是很簡單 就把自己這個1跟2就好 好 然後怎麼解釋 所以很簡單 看到Y就用X平方帶 所以變成是X加4分之3的平方 等於2分之1 把這個Y改成X平方 然後這-K 那現在就很簡單了 把它展開然後乘兩倍 算一下就可以了 會啦 OK 那我快速把幾個答 寫給你 那我解X跟2 呃 乘開的結果應該是變成X平方 加3的X 加8分之9 再加K等於0 就是你把它展開之後 把它乘兩倍 再做化解的動作 那你想這個之後 我剛才想問的 他說他應該原本到幾個節 兩個節 但是因為他說他只交於一點 所以他什麼意思 重根 重根代表什麼意思 重根 代表你的判別式應該怎樣 等於0 所以找判別式 把是B平方 三重平方 減掉 4A A就是1 C就是這一整個 8分之9再加K 然後等於0 解K就可以了 會啦 OK 所以K解除了 我答案K0 K的話應該等於8分之9 會啦 所以答案的程度 是8分之9 OK 會啦